全球现场时间要带大家所关注的是大宗商品涨个不停 国际油价上涨 市场担心会出现能源危机 所以美股四大指数在今天是同步收黑的 更多内容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欣宇 好来看的是美股财报季登场了 能源价格不断飙涨之下 美股早盘上涨昙花一现 投资人担心能源危机以及上市公司企业获利恐怕不如预期 使得美国股市震荡走跌四大指数同步收黑 台积电ADR收涨0.2% 联电ADR开高后翻黑走跌 收盘下挫了1.3% 国际油价上涨超过2% 纽约系德州原油期货涨破每一桶82美元 创下2014年以来最高水准 布兰特油价一度涨向85美元 冲上2018年10月以来的最高点 大陆煤炭期货价格创下历史新高 伦敦金属交易所的旅价也升到2008年7月以来 也就是13年的最高点 因为链铝相当耗电 铝业在中国大陆成为大陆限制工业用电的第一个目标之一 限制就会影响供给 而供不应求价格就会上扬 而大陆和欧洲的燃料短缺也提高了通膨 提高了在央行预期的可能性 也可能迫使央行以更快速的速度来进行升息遏制物价压力 受到公布应求预期影响全球现在大宗物资呢 大宗商品行情持续的飙涨 纽约出唐期货价格涨到2017年2月以来 也就是4年以来最高水准 使得投资人认为新冠疫情引发的通膨 虽然属于过渡现象 但是很难在短期之内降温 也刺激了美国10年期供债值利率上扬 在北半球即将进入冬季之前 全球能源危机也提振的石油需求 再加上欧亚地区的煤炭还有天然气价格 因为库存低迷而大涨 也促使市场现在转向柴油煤油这些产品推升油价 沙烏地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推测 天然气短缺也让每天石油需求增加大约50万桶 新加坡铁矿沙的期货价格现在也是出现大涨 欧盟执委会面对能源价格飙涨的挑战 据说现在正在严理让各个欧盟成员国 包括建议调降能源增值税以及消费税 对于低收入户以及小型企业来提供财政补助 同时欧盟计划成立一个协调小组 另外布鲁塞尔也正在严理更长远解决问题的措施 比方说联合采购及储存天然气 那么这个想法有可能会在这个月底 也就是10月底在欧盟峰会上面提出来 让各个成员国表达支持或者是反对 率先有所作为的像是法国 在这个月初就宣布了为了替消费者减轻压力 将暂时抑制天然气持续涨价 同时限制原定明年2月的电费调涨幅度 另外西班牙意大利以及希腊政府 也都在制定相关的补贴措施 来因应这场能源危机 黎巴嫩首都布鲁塞以南50公里 有一座汽油储存槽窜出火蛇 能源部长推文说火势已经被控制下来 现在没有传出伤亡 但是现场军方封锁了出入设施的道路 包括连接贝鲁塞以及黎巴嫩南部的重要公路 现场还有消防车持续灌旧 避免大火波及临近的除油槽 而这里燃料储存设施是供应全黎巴嫩 黎巴嫩15%的燃油 那么黎巴嫩这个地中海国家 现在也面临1850年以来 全球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 而且最近几个月以来 其实黎巴嫩他们本身已经很难替 他们国内的电厂进口足够的燃油 因此黎巴嫩人他们最近几个月 每一天就只能获得一个小时甚至到两个小时 由国家提供的电力 9号的时候还曾经经历了电网大停板 经济学家卡德还有安格里斯特 以及因本斯这三个人 都因为从意外实验或者是所谓的自然实验当中得出结论 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 瑞典皇家科学院说 他们彻底改变了经济科学领域的实证研究 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是由美国学院研究人员称霸的 今年也不例外 卡德现在是任职于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 安格里斯特他是任职于麻省理工学院 荷兰出生的因本斯他是任职于史丹佛大学 三名得奖者分享了大约新台币3200万元的奖金 但是其中经济学家卡德因为 他在劳动经济学上的实证研究贡献 因此他独得一半的奖金 那么安格里斯特以及英本斯两个人 则因为在因果关系分析法上面的贡献 而分享另外一半的奖金 在美国的部分呢 西南航空公司在上个周末 因为佛州机场天候不好 还有空中交通管制的问题 被迫战时中断部分的服务 结果10号出现取消了超过1000多个航班 大约占的总航班数29% 这是到现在所有航空公司当中最高的比例 另外西南航空还有900多个航班延误 外传他们的部分机师 或者是其他的员工决定发起罢工 来抗议公司强制要求员工接种疫苗 结果这个部分呢 遭到西南航空驾驶协会的驳斥 强调西南航空的运作 现在是出现困境 但是驾驶并没有参与任何官方 或者是非官方的工作行动 好 国际间的最新消息 要带大家所掌握的是 泰国总理帕拉玉宣布 从11月1号开始 包括了英国 新加坡 德国 美国 还有中国大陆等10个低风险国家的旅客 只要完整接种疫苗就能够入境泰国 帕拉玉指出国际旅客 有完整接种疫苗证明 在出发前做过了核酸检测 透过空路抵达泰国之后再做一次检测 就不需要隔离 就能够在泰国国内自由的移动 好 至于完整国家名单 将会由泰国会在近期之内对外公布 还要来看到 有意再度挑战白宫宝座的美国前总统川普 他在爱荷华州造势的时候 这一回把枪口对准了自家人 他指责参院少数党领袖麦康诺 缺乏改变2020总统大选结果的勇气 麦康诺是资深共和党人 同时也是华裔政治明星赵小兰的夫婿 同时也要完整者 参加华州吟深地 Wu 小兰du 你为什么要去抵达给他 他在理籍里面 我们来在何复口吃的 你说的 我真的是在资深复包说的 我为什么要去抵达给他